今天纽约尼克斯队在主场迎战骑士队 林书豪全场不管是助攻妙传或者是自己上篮都表现非常的亮眼 最后是送上了19分13次助攻和5个篮板 让尼克斯队重拾赢球的感觉 台湾媒体也重点关注了这场比赛 我们一起带您来看台湾媒体的报道 今天林书豪所在的纽约尼克斯队迎战骑士队 台湾各家媒体对此进行了积极关注 不持插播及时赛况 台湾TVBS电视台就总结出了林书豪这场球赛的十大好球 精彩第十球林书豪长传左边田瓜安东尼 溜进底线上篮得分 林书豪带球过半场 瞄到钱德勒冲进禁区 好默契妙传惯篮 精彩第七球林书豪接到好朋友传球 他展现速度快步上篮 摔在地上两分入带 这一球林书豪持球人还没过半场 远远看到田瓜在三分线外空档 长传三分球破网 漂亮第五球林书豪穿过骑士对手 还有人贴身对抗防守 这怎么办 他挺身高抛 球打篮板边角照样进 林书豪三分线外带球切入 骑士队跳起来防守 好小子高抛球精彩得分 林书豪这次从中间突破上篮 对抗长人阵 高抛球出手篮筐弹两下 尽算 对手犯规还加罚 全场欢呼 这球换田瓜帮忙单挡 林书豪边线切入 拿球冲底线上篮 漂亮 最精彩的一球 林书豪从对手背后抄球 带球在三分线外 一气合成 空炮远调 队友空中接力 换篮 最终尼克斯队逆转胜 林书豪表现抢眼 台湾民众也大呼过瘾